8月19日上午9点,华谊兄弟悄然组织机构电话会议,解释上周五遭大规模减持事宜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中军上周五通过大宗交易减持800万股,套现近2.9亿元 电话会议还透露,因为旗下艺人姚晨代产生子,缺少这一赚钱生利均,公司艺人经济业务收入颇受影响 华谊兄弟日前公布的半年报显示,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.48亿元,同比增长66.62%,实现净利润4.03亿元